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我要去玩一下射击 射击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来美国旅游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都会去尝试一下的东西 我在19年来的时候就玩了一下 非常的过瘾 然后这一次过来当然还要再玩一下 今天已经和教练约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靶场 Go 靶场的门票并不算很贵 是30刀 而且它是分成人 儿童 还有就是随行人员 也就是观众的 如果你是有朋友一起 他们并不体验射击 仅仅是跟你一起去看的话 这个门票是只需要12块钱 OK 我们到了 哈喽TK老师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你发的位置这个地方了 OK 这就是TK老师 我们三年没见了 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是他来教我射击的 甚至一些就是器材他们买一些器材的这些咨询比较多 现在本地的学员比较多 是本地的 我们呢这个至少是在洛杉矶吧 我们的华裔社区的旁边也越来越意识到 能够用枪来去防卫我们的家园 这样的重要性 到了这边这个流程 你要想在靶场玩这个射击 首先我们要去在这边签一个那个免责的协议 其实这个这个是我上一次来也签过的 但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这次还要再签一下 之后呢 然后买门票 就所有所有的靶场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是吧 基本上都是这样流程 有些拔场的这个免责协议是纸质的 三年有效 它就在这个电脑记录里边了 哦 ok 行 我们先去我先弄一下这个免责的 好 ok 那个刚刚呢 已经去交完钱 每个人多少钱 每个人30多是吧 32 买现金的话是32 然后刷卡的话37 还有点不一样 我刚才用的现金 然后完了以后会有一个这样的 类似于入场卷子 带着你的手刷 那么小 怎么看得清啊 我们进去呢 首先 护眼护耳 我这一次没有带墨镜 我上一次有带了个墨镜 没错 你也要带一个 对 你也要带 你要不要穿上试试 在这边是不是 装上来了 在这边像这种制式的 也不能说制式吧 这种就是美军正式用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买得到的 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我不是说武器 有个别的穿戴的 装备 对你像头盔啊防弹液什么的都是允许的 是吧 然后可能有个别的州对这个夜视仪这类产品有一些限制 但是呢也是啊每个州的法规不太一样 好再看看我们这一个也是防弹的头盔 这个防弹的这个头盔的级别是跟这个软板3A级的 它并不是说能够百分之百挡住步枪子弹 步枪子弹如果是向侧面这样有可能通过这么一个弹 有可能就没有击中 但如果是正正的打有可能打出来 明白了 而这个手枪子弹的话都是可以放 没有问题的 对 我还蛮纯的啊 对有一定的分量啊 我们呢有时候就要戴着一整天觉得脖子还是挺酸的 这真的是蛮纯的 我戴帽子就好吧 对你戴帽子就好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拿枪 OK 这里有一把神秘武器最后再来打 这么大吗 对而且你对你上次也没有打过 然后这回我给你发的这个图片列表里也没有它 是吗 一会给你打开看 OK有点期待 先把我承诺你的枪打开看一下 好的 美军制式M4步枪的民用版AR15 这把呢也是一个AR15造型的枪 但是它用9毫米的手枪子弹 所以叫AR9 它也完全采用的手枪子弹 太完全采用了手枪子弹 哇 对 我一下已经有点不适应 这里呢 又是一把AR 它也是一把AR 然而它打的是更小口径的0.22口径的子弹 那为什么这个弹架这么大 它这个弹架它是它做的大了一些 但其实子弹就这么短 这一包里枪是最多的 这一把限弹枪 你在四年前打过 打过 这把枪打过 看着也有点厉害 它是一把长款的 适合打奥林匹克飞碟射击 还有适合狩猎的这么一把三弹枪 半自动 就是上一组 然后直接按摩机就发射 嗯 这一把你们要打 蹦式现代枪 这个 这个 这个还是刷干净 你可以先练练 打一枪 现在空枪没有子弹 打一枪 拉一次躺 打一枪 发生 这边又有两把 这是步枪 对 这把是9毫米步枪 这一把枪你之前打过 但是呢没有像现在改装的这么精良啊 曾经这里就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小握把 现在变成了 对它以前就是长的跟你上次打不太一样 但是仍然是那一把可以长开的 也是美国民众最常用来家庭防御的一个9毫米步枪 其实这个枪蛮长的 和这些AR的比起来其实也不短 关于这个长度呢 各州有要求 你比如说加州就要求枪管必须得是16英寸 他认为太短的枪可能这个犯罪分子容易隐藏 对 容易隐藏 美国警用手枪标配格洛克17 还有比格洛克17小一号的格洛克19 这个19是和隐藏持枪执照的朋友们携带 这个17呢是适合警员和武装安保 这辆轻很多耶 对是轻一点 那么就是同样口径的 你就记住枪越轻 后座力越大 然后枪管越短 后座力越大 OK 可以两个放一起对比一下 好可以先放下 这里有一把CG伯朗宁 CG83伯朗宁 这个枪你看这个造型 是不是特别像帮女郎用的 这一个系列的这种枪 帮得她们那个枪 对 好老的感觉 对这是个老枪 很老的感觉是很老式的一种 像刚才那个国洛克就很新的一种 新的那种枪 这是一把小口径 也是.22口径 那么上一次你打过一个枪管更长一点的 那一把枪就这几年中被我的学员们打了至少上10万发的子弹 给打坏掉了 里面有些什么弹簧螺丝什么的就配不了了 换了一把跟那个一样品牌 但是小一点 就是这个枪管短了一点 这个叫做GSG922 上一次你打GSG1911 就是那个造型就跟那个 45口径1911什么样 好还有一把 你上一次是一定没有打过 因为是我上个月刚买的 是吗 左轮枪 这个左轮枪的这个枪管 有很长的跟短的 对有长有短的 这个是后座力大呗 理论上枪管越短 对后座力会大一些 这个就是枪管 这个就相对来说后座力大一些 对其实左轮枪我们是真的能看到子弹的 我们经常在影视局 可以来个特写看看这个轮子 放进去以后你大概从这能看到这个轮子 对是能看到 然后转过来 转上去 转上去 六枪 不多 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所有的枪上 基本上都配有了咱们 国产的可以说是国货之光的 Holison 这个品牌的太阳能瞄准镜 像这一款它是比较大 适合在补枪上 这里呢手枪上也有像这一款 它这个镜子特别的大 适合这个射击竞赛专用的 选手们找到绿点非常快 OK 有红有绿 但是呢我们都比较喜欢绿色 因为它在烈日之下也比较鲜明 这一款呢 不光是有它的绿色的这个太阳能绿点 还有一个侧翻放大镜 四倍镜 我们呢先体验长枪再体验手枪 因为手枪的话这个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挑战更大一些 是吗 为什么呢你一会就知道了 OK 然后呢这个我们先按照口径 从小到大的顺序吧 好的 先体验最小的口径的这两把枪 一个是猎枪造型的这个RIFLE 点二二口径 一个是军事的突击步骤的这一个造型的 也是点二二小口径 对看这个 这基本上是美国市面上最小的 就跟鞭炮似的 对跟小鞭炮一样 对打起来呢声音安静很多 后座力几乎没有 对所以甚至连儿童学员都可以体验 OK 这样往里按是吧 对 这个也是 对吧 对 往里按一下 这个就比较好装 对 装弹 上膛 这个都看不见弹夹 弹夹就在里边去了 内置的 对 然后呢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个保险上 一会儿我叫你关掉保险 你再按下去 按呢 就可以发射了 你要是不想打呢 就按回来 OK 就不能发射 跟大家复习一下枪械四大安全法则 第一条任何时候要假设每一把枪都是已经上膛的 即使没子弹 你也要认为它上膛的 第二条枪口永远指向安全的方向 比如说今天最安全的那种枪就是靶子的方向 第三条扳机手指不能放在扳机上 直到要发射的最后那一刻 所以枪这个扳机手指要怎么放呢 我接一下扳机手指要这么放 对 在这里呢 绝对不能 金手指 放这里 好最后一条就是知道目标以及目标深厚的事物 再开枪 因为子弹有可能穿透你的目标继续往后走 这点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 OK 好看完啊枪托放在肩膀 这个对 这个有几年了我再带你回顾一下 OK 枪托放在肩窝里 嗯 脚是公布 这个知道 两只胳膊肘是在这 右脸夹贴枪托 这个时候你的右眼会看到全息极光瞄准器 对 胳膊肘放在脖子上 OK 然后肚子也往前一点 然后两只胳膊肘全上折 全上啊 对 OK 我现在要打这个圆心的这个左上角 好的 硬住 然后右上角 硬住 右下角 硬住 右下角 硬住 还有一发是吧 还有一发 OK 还是左上角 好了 稍稍偏了一点点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 然后 好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我们唯一能够百分之百确认没有阻弹的方式 就是这个抛弹口打开了 但是你看现在它没打开 对啊 它需要是这种状态 对啊 那怎么办 这搞不好里面还有一发 所以呢 我们不能靠熟子弹 而是要靠目测抛弹口 那么 你拉开看 里面确实还有一发 还有一发 还有两发 还有两发 对 那么 我再回装回去 重 对吧 重 非常好 这回警察抛弹口是否开 好 安全可以放下 非常好 好的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站姿设计 用手大拇指关掉保险 好的 现在放在了三马上 可以自由发射 OK 打那个保龄球 好 对 对 没中 啊 那么由于站姿会稳定性会下降 那先打一些大一点的进一点 OK 挺重 OK 不错 你想象中的是要难的 我感觉我已经红点描得很准了 但是你开箱可能还是打不中 对 就是说我们呢 想要打准两大要素 第一是能够描得准 描得对 第二件事就是 按扳机啊 在发射那个瞬间 能做到枪口纹刺不动 也就是说按扳机 按的时候可能就动了 对看按扳机要柔和 要柔和缓慢的施压 你就会提升精准 红色那个 可以 按扳机的时候轻柔缓慢 命中 非常棒 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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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无法自重 可以的 可以的 好棒 那么这两把最迷你的 这仅仅是给你热个身 你现在热了吗 可以没问题 好 OK现在呢是两把9毫米 9毫米步枪 这一把呢是一个军事的突击步枪的造型啊 可以叫做卡兵枪啊 卡兵 那这个握把呢 这个角度是这样的 这个呢 这叫做手枪握把 但是加州就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非得要加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不让你把大拇指绕过去 这个立法者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一些难度 犯罪分子 可以更加的 有所限制 然而我们也发现真正的犯罪分子 他也无视这样的法律 这个弹头好漂亮 蓝色小弹头 对现在的弹头各式各样 这个推弹架是在 推弹架按这个按钮 OK 把这个也还可以 这还可以也不是说有特别大的 你可能多按几个 我推荐你用这个姿势啊 你看就是你把它放桌子上 然后呢 左手大拇指往下按里边的 然后右手大拇指往下按一颗心的 对左右合作 yes 我忘了几个了 没事 你再装上两三颗 加州对于这个是有规定的是吧 我记得弹架数 对加州弹匣只能装10发 可以 对你呢 买不到大容量弹匣了 可是你已经曾经拥有的合法的这个大容量 你可以继续持有 哦 是扩改的这个 对对对对 我的话是在这个法律之前就有的 OK 好装弹 好 翻过来 乒乓球拍按钮 拍一下 All right 上堂成功 OK 你把子弹就进去了 是的 这回呢这个保险在这里 在右边 往下按45度就可以发射了 不想打的时候 只想safe 好 这一把里面这个确实有点难受 因为大拇指你只能 对大拇指只能放这 只能放这 只能放这 然后 没有关系我们靠左手去控枪 左手端稳的也是可以的 好枪托给你稍微高一点 好 重心前倾 找到红点激光了没有 找到了 好关掉保险之后可以自由发射 哇 All right 力量上来了 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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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给打回来了 这个脱了 嗯 没关系 顶重 顶重 刚才那个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只是热身吗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你瞬间能感觉到这个力量 非常的大 是 后座力 火药味 整个声音 都不是一个级别 刚才那个就跟打BB蛋 那种气枪的那种差太多的感觉 对对对 是的 好接下来试试这款鲁格PCC Ruger PC Carbin 先拍一下 这把枪是可以从中间拆开 这给你演示一下 扣这里 给装在一个小包里 出去类型 然后装的时候 好扭一下 好的 你还是打前面这五个片的五环 OK 它也会有很大的晃动 OK 好了 好可以 自由发射 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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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给劲 凭重 好 检查炮弹口 没有了 安全非常好 好有没有看到绿点激光 看到 好的我来帮你关掉保险 可以自由发射 先打一枪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先 可以吗 可以 继续 命中 OK 好准啊你 打回来 你继续打蓝色 打回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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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好 初次打的还是蛮准的 好 可以可以 这个很爽 很爽是吧 人家觉得打枪很解压呀 其实 是的 这个好爽啊 更远的 我们来看一下更远处的那几个 是的 我们看看这个山脚下啊 最远的目标是在40码 也就是 三十七八米的样子 不太清楚 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啊 OK 好了吗 那个保险关掉了吗 好 用食指关掉保险 往前对这儿 往下按 OK好 准备好啊 OK 好 偏右了一丁点 拖把没打中 没问题 再来 温柔的挤压斑锦 命中 你打白色的那个对吧 对 OK 好 我再打蓝色那个 OK 好的 啊 你正好打在了他前边的杆子上 没中 没打到 偏右了一丁点 应该是没有 你就直接开枪就好了 你没有子弹的时候 你就会按不动了 我打前面的吧 好的 我打哪去 没中 打中 按不动了 先查 OK 安全非常好 好 这就是两把九毫米 接下来我们口径 再往大 再往上上 接下来呢 是M4 M4应该是美国军事那个 他们那个那个部队用的就是 美军制式步枪 对美军制式步枪 应该这么说 但是呢 它这是个民间版 民间版叫做AR15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军队的枪是全自动的 民间的枪是半自动的 那么军队呢 现在如今也不是说全自动 就是按住了不放 它就一直发射 因为我们发现那样控制不太好 它会乱飞 对 现在的军队的枪是三连法 就按一次扳机 这么一种感觉 它这个子弹口径是 北约55.56 好 就是556 就大的了 就非常常见的那个玩游戏里面 非常常见的 我们来拉开看看556长什么样 OK 就是我这一个秀花的 比较尖的 就是比较瘦比较长 对 比较远距离的这个口径 弹头要是尖的 这样为了走的远一点 然后再精细精致一点 就是这个精准度高一点 走 我们需要到中间那边 这个要到那个 它这里的对 给AR的钢板是特制的 不然的话就这些都会被打断的 OK 对 你看就即使是专门特制的给AR的靶子 在经过这么多打了之后都有打烂的 就这个靶子已经被打烂了 全是孔 对 狙击手的一拖型射击站子 前方有支点 那怎么办呢 我的左手放在虎口以下 然后抱住我的右臂 然后趴在那边 就这样 对 前面有拖有拖枪的地方 对这么一种感觉 我去调节肩膀的位置的都靠左手 试一下 这个好像还比较好装 因为这个是一种挤压往下按的 对 这个比较好装的 不需要大拇指的往下按 是的 对吧 把枪拿起来 夹在液窝下 然后装袋上膛 好吧 OK 把射手装袋上膛 OK 拿起来夹在液窝下 好 给大家看看装在这边来 All right 上膛 上膛成功 好 来到狙击手的一拖型射击 展翅前方有支点的 对 好 左手虎口在枪托下 然后左手抱住右臂 好 调节位置 我们面前前面不是有三个小的吊子的钢板 对 我们来打小钢板任意选一个 好的 找到目标之后 用你的右手把侧翻放大镜推下来 右手 对 Yes 好 是否还能看到画面 黑了 是不是黑了 黑了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统镜啊 你必须要完全对齐在一个完美位置才能看见画面 那你呢就把这个头前后左右 看到了 看到了哈 完整的画面是不是 没有黑边 没有 非常好 右手大拇指关掉保险 OK 好 可以自由发射 这把枪有点炒 要有个心理准备 好的 可以发射 命中 alright 继续发射 命中 继续发射 打中了吧 打中了 命中 然后全部命中 检查炮弹口 这个好帅啊 哇 这个 对 真的是进一步升级 这个军用步枪 有点有点这种爆破感 有点冲击波的感觉 alright 那接下来 站姿设计来组 我们打这个大的目标吧 OK 需要找一下他的这个 那站姿设计的时候 你也可以尝试不要测翻放大镜 嗯哼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关掉保险之后 可以自由发射 alright safety is off 可以发射 alright 你可能真从那个洞穿过去了 没有没有 他这个瞄准确实有点难 命中 命中 过 过 过 alright 检查炮弹口 这个真的是有点有点劲 真的有点劲 很猛 对 真的很猛 有点劲 干谁了 你要来吗 ok 好拍一下这个按钮 alright 上膛 好的 你也先试试 对 你先架这 先架这来 找到目标之后 你可以用右手 把侧翻放大镜推起来 对 你推上去有后可能就会看不到了 你要找一找 看到了 对往下扳 ok 关掉保险了 好酷 yeah carry on 你打了哪个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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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了 那就三发 好的 怎么样怎么样比放炮爽是吧 太爽了 太爽了太爽了 这才是枪啊 前面都不是枪 对这个真的有点狠有点狠 有没有感觉它的这个震动还有它的声音超过你的预期 就是本人体验的那种震撼感真的是很强 对 有没有感觉到在电影里边的那个枪声不如现实中大 对对对 是因为在电影里面专门的把这个枪声放小 不然的话这个主人公讲话就完全听不见 啊绝对的绝对的 尤其是这种 太小了 这个对556以上的啊 556762这些扣镜啊 现弹枪啊 下一个 这把更是现弹枪 这把会更加的散是吧 呃呃 确实是枪管越短它确实会散开的更快一些 对啊 是的 那么也就会这个它的穿透性就会削弱 嗯嗯啊 所以说它呢更适合近距离向战CQB 而这一款枪管长的适合打远距离的狩猎 以及打飞盘 嗯嗯对 好第一发先从抛弹口侧面扔进去 好然后没关系没关系 按这个按钮 再按 哎他自己推上去啊 对好下一颗从底下装 好好帅的感觉 重心向前倾 如果你能够控制后缩力的话 你可以三枪相对快速的发射 OK可以发射 好 好 你看这五片钢板都晃了是不是 好 好 没了吧 没有了吗 没有了 就三发吧 好的我们拉开枪躺填一下 空了是不是 空了空了 好车底安全 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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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自己崩自己啊有点 震脸 震脸 这个后座力大的枪怎么办呢 你的脸越发得贴紧 你要是不贴紧它打你脸 对 你得贴紧了它就不打你了 哦 下一把更是要注意 好 保险已关闭可以发射 重心注意前倾把脸贴紧了 好 好 好 上躺 天啊 天哪 好 好 这个你 你你没有办法说你能hold得住它呀 是 你打完以后就就是这样啊 对 就是必然会就会会会走开 是的 太狠了 是的 这就是两把现弹枪 OK 一定要贴紧啊 一定要贴紧这里 不然的话你手可能真的会打你脸 对 OK 好准备好了吗 好可以发射 好 第二发 贴紧啊 一定要贴紧 没了没了 你再开一枪 OK 没有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震撼了 刚才那个M4又不算枪了 这才算枪啊 那个相机没有电了 所以现在的画面呢 就改用这个手机来拍摄啊 我们现在是手枪部分 手枪部分其实就稍微过一下就好了 因为刚刚都是玩的大枪 突然现在感觉是降了一个档次啊 但是其实手枪是更加的难的 瞄准是会比步枪更难一些 因为你纯通过它上面的这几个 这个这个 这叫什么 三点线啊 三点一线的这种瞄准是很难的 反正我打这个目前 这个靶也就多少米 这个 大概16米 16米啊 对 这不太好打中 真的不太好打中 你想想这个三点一线 你需要三个东西对齐在一条线上 是吧 目标前点后点 可是呢用这个绿点激光就是放在绿点 放在目标身上 对对对对 好 我们现在打的是 GSG922 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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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绝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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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没有了 OK 那接下来稍微进阶一次 进阶一点 进阶一点 我们CZ伯朗宁这一款经典老强 我们来打380口径的子弹 像这种枪它是 呃 根据口径 是固定的 还是根据弹夹 基本上一个枪管是什么样的 就固定了 就固定了 有个别的枪可以吃两种口径 但这两种口径的这个直径至少也得是一样的 不然见不了那拐 嗯嗯 对 老式的一把手强 是 CZ83 博朗宁 OK 稍微 我们打这四个啊 就翻转的那个 好吧 OK 命中 哇 安班机要 哇 好 安班机要再温和一点 好 好 来 我怎么感觉那么高在冒烟 哈哈 我打哪去了 好接下来 美国警察的标配 OK 格洛克17 格洛克17 这个枪我一直觉得好帅 格洛克 真的好帅 哇 命中 不是这个扳机还还蛮 有需要蛮用力的才能 对扳机比较长 对扳机比较长 是吧 All right 命中 命中 我的天 命中 拉开枪膛检查一下 安全 好的 OK 它有子弹的话会蹦出来的是吗 对 有子弹会蹦出来 是的 非常好 OK 这太难描了 手枪真的是太难描了 即使有绿点 就有绿点 有绿点的部分 它这个绿点属于 觉得你稍微有 它对你的臂力要求很高 我觉得女士可能用步枪会 用手枪会更加的难啊 嗯 就是说 你端枪的 你瞄准的这几秒钟 你有可能手就已经 就已经在晃动了 对 好的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阶到左轮 左轮的这个扳机有两种模式 嗯 在这个原始模式下 扳着 按扳机是非常的沉 非常的长 啊 那么另一种模式就是 你主动把撞锤扳下去 啊 则扳机会变得又轻又短啊 但每一次都需要扳下来了 对 你要是想这样 想让它变短 你就需要每次扳 每次扳 所以你看到有那个左轮 就是这个牛仔设计 大大大大 这么一种感觉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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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的 是是 但是呢 这个呃呃 你要知道 按下来这个撞锤扳机特别短 它容易走火 所以要极其小心 是的 那么我推荐初期啊 大家还是要练习一下 这个正常的扳机 就是要练这个手指的力量 这个和那个格罗克还重一点 比格罗克还要重一点 这个这个老枪呢 它这个重的扳机 就算是起到了一个保险的机制 嗯嗯 不容易走火 是的 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啊 像格罗克 它这个保险机制都是内置的了 啊 所以就不需要扳机 它怎么会怎么个内置法呢 比如说我现在装好子弹的话 嗯 上好糖 它它这样不会不会发射吗 这条枪可以说 你只要不按扳机 啊 它怎么都不会走 你是无论摔打它 然后扔在地上啊 啊 这些它都不会走火 哦 只有这个按扳机 但是呢即使是这个扳机上面 它有这个片片 嗯 你需要说你按边边上 也不会的 你得彻底按住了 我明白了明白 中间这还有个保险 对 这里有一枪 必须要按到这个地方 它才能按下来 对 这种枪你就算上好糖 然后上着保险摔在地上 它就更能走火的 明白 对 所以其实是没有拇指保险这些枪 反而更安全 嗯嗯 差不少 大了基本上也得有三分之一 然后这个撞弹是这样 对 拉开轮 但是呢我给你撞 嗯 哈哈哈 但我能看到其实 啊 我给你随机转轮 然后我给你 OK OK我尽量不去看它那个哪一阀 它其实能看到的 真的是能看到 我不去看它 不要在意它 不要在意它 还是打那个 还是打那个四个啊 对 OK 好 我这还有点紧张 哎 别说那个枪口还真没动 非常好 哇 All right 也没中哦 没有了 好的 拉开 然后还有三发 不是 这是空壳了 哦 按这个把空壳掉出来 检查一下都是空壳了是吧 对 好的 不错 它这个后座力很大啊 这后座力很大 对 比那个就是更加的难控制 对 而且你这个我搞的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发能发射 我真的是就需要 就需要有一点有点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手枪部分呢 我们就体验这么多 我有的时候在都在怀疑这种防弹衣的必要性 因为我觉得 这苗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穿防弹衣呢 其实很难 不容易 就是说你想在个十米的距离瞄准 就好像差不多吧 就这样的一个距离 对 你想要瞄准那么那么 头部才那么大 也就是说那一个片片那么大的话 那真的是很有难度 真的是很有难度 我原来真的 小看了 对 我们在分析这个警方的这个身体上戴这个 这样头的时候 发现啊就是警察在高度紧张的时候 就是拔出枪来 好多发都打不中 然后不得不把整个一缩弹侠打出去 才能有中几发 对 所以说是你看到这个警员把整个一个弹侠打空 并不是说 他没有 他不专业 对并不是说不专业 而是真的是在高度紧张的时候 你确实是这个精准度会有所下降 是的 而且这是一种在恐惧之下的本能的反应 对对对对 全都打出去了 是的是的 好的东东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个神秘嘉宾 刚才给我们亮相的这个是吗 OK 就那个非常长的那把枪 我真的特别期待 因为这些枪已经很长了 这些长枪已经很长了 这里面就一把枪还是说很多把枪 哇塞 这个镜太帅了 这个镜 装有24倍放大镜的狙击 24倍 对 拴动步枪 打一发 拉一次拴 拴动步枪 对 24倍 我来掂量一下 6到24倍 重量 也不是说特别夸张 肯定是要比前面所有枪都沉 对绝对是要沉的 大概13磅 嗯 那这个重量 比较适合远程狙击的这种精准射手啊 就架在桌子上打的 对对对 体验了 这是可以这样转动的啊 对它可以转动 这样转 哇靠这个这个放大镜啊 哎这个这个好像用手机可以拍到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给你找个找个东西啊 好那你修好了 我给你拍一个放大 咱们先从6倍开始 啊这是可以调的 我给你放大 OK OK 好了吗 好6倍 7 8 9 10 12 14 16 18 不行了我这有点 24这就虚了是吧 虚了 因为我们的镜子在这边还需要调节一个对焦 哦 OK 哇这个太帅了这个 308口径和556口径 这个556看上去就像个baby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是的 7.62乘以51 换算成英寸就是0.308英寸 嗯哼 所以我们就简称308 我在游戏里面听过7.62这个 应该就是7.62 我们的那个AK47里面打的那个就是7.62乘以39 啊 短啊 这个后面这个是 后面这个是它的长度 啊长度啊 对 啊这个7.62是口径 对明白了 是这个直径 嗯 好 人生中第一次摸这么大的墙 首先我先 上膛 对吧 是的 好现在找到 很有这种机械感 是的 我们呢 现在我是不是要调一下瞄准镜啊 你先找找瞄准 我先给你放到最低倍数 你先看看能不能看到啊 等等我这个枪得往前一点 我这个磕是上不去啊 好那你往前一点 对这个桌子其实不是为这个狙击设计的哈 OK 再往前好 那么这一些小钢板啊 全都会被这个308打穿的 靶场不允许 所以呢 哦 我们来打这个山坡上 你找一个小石子来看 你找一个任何小一点的物 可以这么精准吗 完全可以的 我怕我能看到目标 你们看不到啊 我估计看不到了 你能看到的目标之后 你自己 或者我给你来放大这个倍数 我是找个大 找个稍微大一点的 你们也能看到的 呃行 就眼前这边 这有个红色的东西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红色的东西在山坡上吗 对坡上 暂时没看到 你先打吧 你打一枪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OK 好 现在开始给你放大 从六倍开始 OK OK 而且甚至我能看到这个 有中间有十字那种 刚开始是没看到十字的 OK 对 我们是要拿这个十字 去中心瞄准它 看到那红的了吗 看到了 完了 它好像被打没了 我打中了 好 拉栓 哇 这个栓 这个栓真的也有点重啊 有点分量 有点分量 不行得换个东西了 换个东西吧 我换一个 哇 这个能打出一个坑来啊 真的能打出个坑来 是的 这感觉就是 你要说它的这个后座力啊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姿势 相对来说 还比较能稳 就是你打出去之后 它的这个力道 你是能感受到的 好强 真的好强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瞄准镜 倍数太大了 24倍 也就是我会有种眩晕的感觉 稍微倍数给它降低一点 反而还能还好一点 真的太感谢了 太感谢TK老师 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非常容易 下一次 希望能更进阶一点 我的实力能更加的进阶一点 今天气球节也很过瘾啊 这些强打的 OK 开心就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洛杉矶啊 游玩可以联系TK老师 我的这个视频下方呢 就会有他的这个联系方式 大家过来找他 可以来靶场 约一下我们玩玩射击啊 TK老师他也有自己的这个频道 在YouTube上面 在这个小红树上面都有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感谢 真的感谢TK老师 也感谢你 我每一次来反正都会要玩的 好的 那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